1月29日根据NBE最新交易消息来看 休斯顿火箭依旧处于火热现状 斯通渴望迫切利用交易改变现状 的确火箭休赛期将拥有至少7500万美元薪资空间 球队完全可以利用裸牵补强至少一名超级球星 所以火箭试图利用通过补强为下赛季的阵容预热 从当下来看斯通很可能宣布在下赛季结束摆烂 利用现有的手轮牵与休赛期补强的空间 试图冲刺季后赛 从火箭队近期的表现来看 在击败活塞队之后 球队终于可以喘口气了 如今的火箭队排名西部倒数第一位 距离夺取文班亚马与亨德森已经很接近了 只要本赛季一直保持这样的成绩 斯通就有希望得到状元线 接下来火箭应该为下赛季的阵容提前蓄理 把一切不值得培养的小将进行拆散或者向上交易 根据梅梅南娜斯的凑论 火箭与提湖正在酝酿以比交易 具体是围绕泰特与小马丁展开 斯通利用这两名潜力小将报价 提湖队的琼斯加贾克森海斯 从薪资匹配来看 提湖很可能会付出一个次人签 海斯的加盟恰好弥补了火箭五号位的端板 重点说一下 琼斯作为一名风险 年仅24岁的琼斯在场上司职三号位 他已经成长为提湖队的重要轮转阵容之一 他在场上可以防守多个位置 并且拥有敏锐的攻守秀绝 他远比泰特更值得培养 重点是琼斯是二年级新秀 他已经在比赛中展现出不俗的大决观能力 本赛季至今琼斯场均下 9.7分3.8篮板2.1助攻1.5抢断 表现足够全面 提湖选择利用琼斯报价也是无奈之举 因为西安的意外受伤 提湖的阵容受到了很大的阻力 他们需要补强机动性及战力 而小马丁与泰特就是最佳的答案 倘若这笔交易达成 泰特将短暂替替代琼斯担任球队的首发封线 他比二年级的琼斯更加成熟 他更适合征贯球队的拼图 作为一名流浪汉泰特能温能武 他能够利用海外经历为球队带来改变 从火箭方面提供的消息分析 虽然小马丁离队可能性降低 但是如果能够博到出色极战力或者首轮签 相信斯通还是会考虑交易 假设琼斯与海斯加盟火箭队 火箭队在三号位重新去中球队更加年轻化 天赋更加出众 海斯的加盟可以与贾巴黎史密斯搭档 神经也迎来传统的五号位队友 球队提升防守空间的同时 为下赛季的阵容提前预热也算是明智之举 因为如今的泰特与小马丁行情正高 斯通选择在这个时间出手两名前利谷确实很果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